以小调第九号交响曲《自新大陆》 作品95 故事号 丙一起放 刚简称为《新世界交响曲》是结合国家安徽宁得出达设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 作为1853年 最年冬季节目标院院长齐心 在中国大陆 在许误常误会作《自新大陆》 新大陆 又以新世界 以欧洲人于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及明镜的新大陆 是相对于同样的大陆 既有最后一代 结果一生的新大陆 但并不顺其当时 1892年 德国扎克受了唱领歌 1893年 他上纽约爱与月桶美朵创作《白胡椒讲词》 5月24日 同年12月16日 由文宗塞德国扎克在纽约卡内级音乐中首领 并且和首领 在首领前 德国扎克为其加上了项目的表情 来自新世界社交团队 拿着英国下领域的与月桶美朵 创作《白胡椒讲词》 德国下领域的与月桶美朵创作 德国下领域的与月桶美朵创作 来自新世界社交团队的与月桶美朵创作 并在来自新世界中留到的表现 德国下领域希望通过这首乐曲来展现杰克音乐的独特性和传统 来自新世界融合了杰克民族音乐的与月桶 包括民谣和歌曲当中 以及对杰克文化和历史的原因 德国下领域试图在这首作品中表达杰克民族的精神和身份 同时展示其音乐的独特性 德国下领域在《来自新世界》中探索了个人情感和人类命运的主题 他受到美国土地的广阔和自然景观的启发 并通过这首乐曲表达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渴望和对命运的思考 《来自新世界》的音乐表达了德国下领域对于探索人类情感和人类存在意义的关注 德国下领域希望透过《来自新世界》传达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和共鸣 这首作品的音乐语言直观而情感丰富 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 德国下领域希望通过这首乐曲与听众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 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经历融入其中 德国下领域写来自《新世界》的目的 是通过音乐表达它对美国和杰克的文化影响 展示杰克音乐的独特性 探索个人情感和人类命运的 与听众建立其两个文化 这首作品成为了德国下领域最著名和受欢迎的作品 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精简的意义 德国下领域在《来自新世界》的目标表达的主要信息和情感 与更加几个方式 对美国的景观和文化的规律 德国下领域在美国期间深受了多大的影响 它是从后会音乐在现美国的皇后讲究和自然之类 作品中的乐章描绘了太阔的大力 壮丽的山脉和浩瀚的活力 以表达它对美国经验的追忆和敬意 杰克民族音乐的特色 德沃夏克将杰克的民谣和舞曲元素融入了作品中 展示了杰克音乐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这些音乐元素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代表了德沃夏克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 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杰克音乐的价值和魅力 对命运和人类情感的思考 来自新世界的音乐中流露出一种 对人类命运和情感的思考和探索 作品中的旋律和情感变化丰富 从悲伤和寂寞到喜悦和希望 展现了人类内心的复杂性和情感的多样性 这些音乐表达了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思索 以及对命运和人类经历的共鸣 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 德沃夏克希望通过音乐 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 超越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来自新世界的音乐情感生产而改变 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 让他们共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意义 德沃夏克在来自新世界中 想要表达对美国的景观和文化的追忆 杰克音乐的特色 对命运和人类情感的思考 以及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 这首作品将这些情感通过美丽而激情澎湃的音乐语言穿搭给听众 成为了一部备受赞誉和喜爱的音乐作品 第四乐章是来自新世界中最著名且最具表现力的乐章 被称为英雄之歌 在这一乐章中 德沃夏克想要表达的原本意思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自由和勇气的赞美 第四乐章展现了强烈的节奏和豪迈的旋律 呈现了一种充满力量和自信的音乐风格 这可能代表着德沃夏克对自由和勇气的赞美 以及对那些勇于追求理想超越困难的人们的进行 对个人奋斗和抗争的描绘 这一乐章中的通过美丽的音乐 通过人们的抗争的氛围 它通过音乐的强烈对比和戏剧性的发展 描绘了人们在追求念想和客户上的 对未来的希望和展望 虽然第四乐章中存在一些激烈的情感和紧张的节奏 但整体氛围仍然充满了希望和展望 这可能是德沃夏克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和最美好世界的主要 以及它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和证明 第四乐章是来自新世界交响乐作品中的最后的乐章 作者安工能德沃夏克在创作的一乐章事业中的经历的音乐 完成作品的节奏 第四乐章是整个交响乐作品的节奏 德沃夏克的目的是创作人所能够持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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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所以叶乐章的创作人装的方式结束过来 展现了其 HU GANG drawer的传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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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bajando 还代表了新世界的探索和希望 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为德沃夏克 对他在美国期间所经历的事物 和对这个国家的感情的一种回忆 表达对人类的希望和和平 第四乐章中的音乐 具有一种普世性的情感和主题 德沃夏克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传达对人类的希望和对和平的追求 这一乐章的音乐节奏强烈 具有积极向上的动力 表现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和乐观 展示杰克音乐的特色 虽然第四乐章是以美国为背景创作的 但德沃夏克仍然融入了杰克音乐的特色和元素 他在这一乐章中运用了杰克民谣的旋律和节奏 展现了他的音乐传统和身份 第四乐章的目的是 作为来自新世界作品的结尾 展现整体作品的结构完整性 表达对美国的祝福和感激 传达对人类的希望和和平 同时展示杰克音乐的独特特色 第四乐章是来自新世界 交响乐作品中的最后一乐章 该作品并没有明确的故事情节 而是以音乐来表达情感和主力 根据作曲家安东宁得过下课的一些 说法和作品的背景 可以将第四乐章与一些观念和情感联系下来 这一乐章开始时以宏大而庄重的续奏 营造出一种壮丽的氛围 接着音乐中出现了一段充满激情和动感的旋律 表达出希望和追求的情感 乐曲中也呈现了一些对民族和故乡的回忆 德沃夏克在创作时受到了捷克音乐和民谣的影响 这些旋律以及乐曲中的部分节奏和捷克原色 可能呼应了德沃夏克对家乡和捷克文化的眷恋 第四乐章也传达了一种对未来的乐观和希望 音乐中充满了活力和积极的力量 表现出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对和平的渴望 这种乐观的情感可能与德沃夏克在创作时 对美国和新世界的憧憬有关 并反映了他对人类前途的信心 尽管第四乐章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 但通过音乐的力量和情感表达 他带给听众一种积极向上的感受 展现了希望 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来自新世界交响曲第四乐章的隐藏含义 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主题 有许多不同的诠释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 第四乐章表达了作者安东宁德沃夏克 对于捷克文化和捷克名字身份的关注 尽管这场作品的词义 德沃夏克在创作时 与捷克文化和捷克文化和捷克文化 他将结束音乐和能力的词义 表达了一家心和民族的词义 另一种观点 第四乐章当前呢 德沃夏克对于人类的词义 这一乐章中的神语和情感表达了一词义 并将其与自己的结合背景融合在一起 第四乐章来自新世界对灵魂可能带来多种好处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观点 情感表达 音乐具有强大的情感表达力 第四乐章的音乐旋律和和声 可以触动听众的情感世界 它可能引发人们的共鸣 让他们感受到深邃的情感和情绪 从而释放内心的情感并获得情感上的宽慰 慰藉和宁静 音乐具有平静和宁静的特质 可以帮助人们放松心情并找到内在的平静 第四乐章中的柔和旋律和和声 可能带来安宁和慰藉 让听众在音乐的氛围中得到宁静的感觉 启发和创造力 音乐是一种启发和创造力的音乐形式 第四乐章的旋律和和声 可能激发听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它可以启发人们 很小心地说明文是从创造力和宁静 从而宁静不错的灵魂的灵魂 今年共鸣国联合 音乐会合作前广化于 能够临近的事情 第四乐章的事情 也能够临近的事情 也能够临近的事情 时间会在的方向下的产品 循玉的音乐会合作前广化于 循玉的音乐会合作前广化于 能够临近的事情 第四乐章的事情 也能够临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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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能激发对人生的灵魂的探索 帮助人们灵魂内在的目的和方向 对于灵魂的探索和灵魂内在宁静的解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